太平洋战争三部曲三,密室,来自斯德哥尔摩,作者,左左目让,译者,张文颖,第二章,四,一月二十三日,东京,研究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,山邪抬起头,看见高牧走了进来,高牧看着山邪点了点头,像是在考虑着其他的事情。 高牧把门从里面锁上后,省区寒暄直接说,昨天在大鸡和禁卫宫会面了,他听了你的研究报告和提案,是吗?果然高牧见的人就是禁卫文魔。 然后,山邪感觉到自己的面部稍微放松了一点,自己的工作多少进入了某个人的头脑里,这应该庆幸。 山邪不能在研究会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想法,他的想法如果一直无人理会,就会变成镜花水月一场空了。 他希望哪怕一个人也好,能传递到他的心里。 高牧把帽子和外套挂在房间角落的衣架上,和山邪面对面的坐在桌子另一边的椅子上。 烧隔片刻后,高牧对山邪说,关于陛下退位的计划,禁卫宫不怎么惊讶? 这反倒让我意外。 他赞成吗? 不,没到那一步,只不过是完成了讨论。 昨天我感觉到,禁卫宫似乎下定决心要行动了。 行动? 是的。 禁卫宫似乎得到了关于陛下鉴于战局,去询问各位众臣异象的消息。 虽然幕户内府以违背惯例为由没有赞同, 但陛下也多次表达了这个意思。 本来也是,如果让军不知道了,众臣就会身处险境。 如果真要商定什么,也会急秘密地进行吧。 禁卫宫大概考虑在秘密商定之时,再上奏停战。 我们的研究报告呢,高牧点头道, 也许那一部分也会反映到上奏中吧。 不知道会不会禁言退位。 但禁卫宫似乎也觉得,已经无法处理大本营决定的本土决战的作战大纲了。 目前的状况下,无论如何,也看不到捍卫国体的希望了。 这种想法,果然很符合那个人, 山邪这样想,高牧说,明天,米内大臣要去京都。 听说禁卫宫招他去京都与多也的别宅, 大概是要针对时局认识,进行意见交换。 我今天就去见米内大臣。 山邪觉得不可思议,问,禁卫宫专门把米内大臣叫去京都吗? 有事的话,大臣官邸,禁卫宫在大鸡的宅子都行吧, 还有在迪洼的迪外庄。 为什么还要去京都呢? 我也问了,禁卫宫说,在东京宪兵队盯得很紧, 还有可能被监听。 京都监视相对松些,所以定在了京都。 听说后天二十五日,他也会给宅子的女佣放假。 真是费心的会见安排啊。 既然说是关于时局的意见交换,会商讨相当重大的问题吧。 嗯,除了米内大臣,明天敬卫宫还召见钢田大将, 还有重臣中的钢田起届大将。 这么一来,这就不是不彻底的肯谈会, 形容为三巨头会议也不足为过。 高牧又说,据说见过这两位后的第二天, 还在京都会见高松关亲王。 我觉得,除了京都监视不严,还有其他原因。 山邪确信,静卫在行动。 因为静卫对陛下退位的提议并不惊讶, 还在这个时候,在京都会见高松关亲王。 可见,他确实在行动。 静卫宫还说,最后的决战让陛下乘坐到联合舰队的旗舰和军舰共命运如何, 只有这样才能捍卫国体。 相似的话,从另一个人那里听到过。 最初听到觉得是个大胆离奇的想法, 意外的是,连静卫宫也这样想, 大概这是全体国民认同的讲和计划吧。 高牧看着山邪读的英文资料, 用另一种声调问他, 你在美国留过学吗? 山泪回答, 是,两年。 被派去普林斯顿, 当时的大臣指示, 我要成为国际法的专家。 高牧的眼睛似乎望着远处某个地方, 他说, 我也是,小时候非常想去国外学习。 听说您去过法国, 那是海大毕业后的事了。 是因为军官公务去了法国, 那时我已经三十五岁, 去了一所叫博尔利兹的语言学校, 深切地感受到, 真应该再早点到国外学习。 年轻时希望去哪里留学呢? 梦想去美国, 可是家里穷, 我中学都上不起。 高小毕业后, 在雄本的铁道院工作。 那时在某个通信蒋义录的广告上看到听课三年, 成绩优秀者通过面试可以去美国留学。 我通过蒋义录学了三年, 振奋地来到东京。 可来了一看, 美国留学不过是宣传语罢了。 当时又不能回老家, 就在东京找工作, 上夜校, 然后晚于一般人进了海军学校。 说起来, 是海军实现了我的留学梦想。 高木的话语里, 有一丝感伤。 他好像也察觉到了这一点, 站起来用原先的语调说, 总之, 有你的帮忙, 确实助我良多, 次长给我配了一个优秀的人。 山邪突然有种莫名的困惑, 想要转换话题。 他问高木, 我给您倒杯茶吧。 这样啊, 那就来杯红茶吧。 山邪从座位上站起来, 向走廊走去, 呼叫逝者。 山邪从座位上站起来,